哈囉,歡迎收看環哥GameReview 這次的影片也要來評測前陣子與PSN特價時 我買的一款橫向卷軸動作設計遊戲 Metal 4 本作開發過《死亡國度》 無謂收藏的House Markwood製作 去年8月與PS4平台獨佔推出 進入遊戲後除了科幻感十足的關卡場景 快節奏的電子音樂外 可以看見Metal 4 7SW的製作組前面幾座層出現過的遊戲概念 像推動右類比進行瞄準遊戲設計 也就是類似死亡國度 但Metal 4更簡化為只要推動右類比就會自動開槍 混注了絕大多數的敵人和敵人所放出的彈幕攻擊 甚至分數倍率傷身時的語音 都給了玩過Raceau Gun的玩家強力的知識感 首先不得不提的一點 遊戲中的跳躍居然是設定在R1上 而不是其他同類型遊戲常要的插件 且在遊戲中也沒有更改的選項 雖然很明顯是希望讓玩家能夠在跳躍的同時 演得順暢的進行瞄準 但在遊戲初期還是讓我花了不少時間適應 遊戲本身為橫向卷軸的心事 過關條件也很簡單 就是一路殺敵直到抵達終點越算過關 按下R1便可發動衝刺 不僅可以消滅一定範圍內的敵方彈幕 也會讓敵人陷入昏迷狀態 碰觸到便不會受到傷害 有少數的特定敵人 一定得先進入昏迷狀態才能用武器解決 而按下R2時發射的光速 雖然無法直接對敵人造成傷害 確認引爆場上的金石炸彈 和讓原本透明的平台實體化 製造出能夠擋下彈幕和敵人的立足點 平台在過了一陣子後便會消失 使得遊玩的過程更加手忙腳亂 只要累積場上的藍色光點 並增加上方的記樣表 全版後便可發動讓時間流失變慢的超負窄 所以還能發動範圍性的大爆炸 其視覺效果相當華麗 除了一般的射擊武器外 還提供了四種不同的副武器 副武器沒有彈藥的限制 經過一段冷卻時間後就能再次使用 因此也讓遊戲的流程 始終都能保持在一定的快節奏 遊戲也提供了八種不同的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的藍位和副武器是共用的 但也可以在關卡進行中隨時更換 關卡設計則為單一線性的流程 任何收集品都能在初次通關時取得 解救關卡中被困住的市民們 便能獲得剛才說過的副武器和被動技能 這些市民的位置 只要運用地毯式搜索的方式 基本上都不難找 當然也有少數幾個 常在比較需要跳躍技巧才能抵達的地方 遊戲本身共有三大關卡 都是固定的三個平台關卡加一個BOSS戰 本桌在關卡設計較沒有太多的亮點 平台跳躍的難度都不高 除了最後某些應用L2升級平台擋下紅外線的關卡外 其他沒有太多讓我有印象的地方 真的到我後期有點讓人玩得不耐煩 BOSS戰鬥階段性的變化 雖其彈簧攻擊沒有像Outland那樣誇張 但攻擊模式都會隨著階段越來越難閃躲 Matefall整理長度偏短 擅長動作遊戲的玩家 大多都能在一個下午通關 破關後除了解鎖難度最高的大師難度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可以說遊戲主要的耐玩度 建立於分數挑戰和更高的難度上 關卡通過後便會依據玩家所得到的積分 花費的時間 死亡次數和救出的4年來計算分數 遊戲起始只有3個難度 普通和困難的差距不大 敵人在死亡時掉落補血的機率也頗高 在妥善應用各種被動技能的輔助的話 幾乎感覺不出差別 大師難度就遠遠高過前面三者 那個攻擊判定對於主角都是一擊必殺 前某些敵人在死亡時會掉落具有傷害的紅色晶體碰到就死 遊戲在後期關卡的存檔點普遍偏少 如果一個不注意又得整亂重跑 非常考驗玩家的耐心、技術和專注力 可惜的是遊戲在分數挑戰和高難度這塊 沒有像隱藏要素之類的獎勵玩家去挑戰的優因 因此實際上能提升的耐玩度相當有限 而說到遊戲的故事劇情 Meta 4完全是一款遊戲為主、劇情為福的遊戲 僅有開場和結尾的動畫 以及關卡選擇時簡短的說明文字有交代劇情和世界觀 但即便看完了還是對於遊戲這種劇情感到眉頭眉尾 而是否能無視這張缺點基本上就很見仁見智了 另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在於 Meta 4不像前面幾座單機雙打的模式 僅有單人模式 總結下來Meta 4比較推薦給偏好硬派橫向捲軸 或喜歡追求關卡計分的玩家 如果上述兩點都不是你追求的遊戲目標 還是建議等遊戲特價實在購入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在下方的留言欄中告訴我 你愛玩過哪些充滿挑戰性的橫向捲軸遊戲吧 我是環哥 我們下次再見囉